三月二十二日 德云社最新综艺斗包袱大会正式开播 作为肖字科第一位开专场的 樊肖堂成功出圈 他和搭档表演的黄鹤楼 一句接着奏乐接着舞 让不少网友有了画面感 并调侃道 这相声一个废腿一个废腰啊 接着奏乐接着舞 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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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樊肖堂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但是说到九字科合资养大的演员 想必许多网友都有所了解 作为00后的甜甜可以说是得到了头酒的集体宠爱 头酒里有好几个痘梗都给樊肖堂捧过梗 可能是因为樊肖堂来德云社的时候太小 天天跟着师哥们一起练功 带他一起玩 所以网友们也戏称樊肖堂是九字科合资养大的 京城樊家有公子名曰全灵 若冠之年 兴起之秀 尽朱者赤 尽他者甜 这句话是许多网友对于樊肖堂的评价 就连疯狗张九南给甜甜捧根的时候 说话都变得轻声细语的了 露出迷人的笑容 作为九字科合资养大的甜甜 头酒最后的温柔也全都给了甜甜 可以说是每个九字科的师兄都宠着甜甜 就连武术捧根王九龙都舍不得打 别的演员在舞台上都是表演 而九字科演员跟樊肖堂在一起演出 就像是在台上哄孩子 急得九龄都满头大汗 我生气了 我生气了 别说你个人道歉 如今曾经那个被师兄哄着满脸痘的小孩 一转眼就长大 脸上痘痘也没有了 变成了小帅哥 还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看到如今的樊肖堂 估计所有九字科师哥的心里都充满了欣慰 作为被头酒养大的樊肖堂 天天近距离观察学习 跟着九字科的师兄弟也学到了许多舞台经验 听到最精彩的时候 介绍我吧 介绍一下这个剧场 听了啊 来 胡鸦 胡鸦 樊肖堂如今加入了酒队 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 也从开场慢慢的变成了二场三场演出 郭德纲曾说过相声这个行业凭手艺吃饭糊弄不了人 如今的樊肖堂有实力也有了舞台 相信不久的将来樊肖堂也能成为一个能让更多人知道有多方面发展的相声演员